11月19号已经完成 Malapiravir的药物一万人份的疗程 不止墨沙东的口服药物 卫福部长陈时中周四在透露 辉瑞的口服药物也已经进入准备签约的阶段 除此之外 台湾也在11月追加采购500万剂的AZ疫苗 并且保留次世代疫苗的选择权 为因应Omicron变异株的疫情 指挥中心将提供莫德兰疫苗给1到3类 那中央防疫官员除外 第二剂接种满5个月种接种 第三剂疫苗定定在第二剂接种后满6个月才能打 不过陈时中今天宣布 1到3类可以满5个月就打 在周四公布措施以后 不用再到疫苗平台预约 直接到相关的医院诊所预约就能施打 因应新的变种病毒 指挥中心也进行过年返台方案补强 那经过地方政府的一个努力 跟昨天晚上我们积极的沟通 全部的检疫所跟这个防疫旅馆都已经配对完成 而且都会到防疫旅馆或集中检疫所踩 而且一天报告就会出来 原本入境检疫期满需要做防疫旅程车到医院裁检 不过现在不管10加4 7加7 检疫期满原地不动会有医疗院所上门裁检 降低将病毒带至医院的风险 新唐人野太电视曾义豪曾新敏整理报道